对于德云社烧饼来说 曾经退出过德云社 可以说是烧饼最大的污点 曾经一度退出德云社 后来又被父母抓回来训斥 重新回到德云社 这些谣言可以说在网上铺天盖地 虽然这件事对于烧饼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 但作为师傅郭德纲 看到这些言论心里属实 有些不好受 看到儿徒烧饼背负着叛离德云社的骂名 郭德纲也是在一次的出来澄清此事 在最近的德云斗笑社中 郭德纲向观众解释了关于烧饼的两个谣言 就是烧饼父母 为了能让烧饼向老郭学艺 不惜卖了自己老家的房产 烧饼也在节目中称并没有卖 而是还在北京买了房子 其实这个谣言不攻自破 当时老郭生意不景气 自己没名气 不会有谁卖了自己的房产 把钱交给这样的一个师傅 另一个谣言就是烧饼叛离德云社 在德云斗笑社第一季烧饼在小黑屋环节 烧饼曾承认自己曾经和师傅有过隔阂 当时他认为那是一场家庭变故 师徒分崩离析的背后有利益的趋势 而他那时还体会不到 而作为师兄曹云金的离去 让烧饼也一时不能理解师傅郭德纲 师兄的离去也让处在叛逆期烧饼和师傅产生隔阂 直到后来的一次演出 在后台郭德纲对他说 没事了都过去了 让烧饼完全理解到了郭德纲的苦衷 就是看似很平淡 就是有一天也是一场演出 然后 那个 在北斩的 我师父就跟我 和小四就说 特别云淡风惊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个 过去 没事 郭德纲也是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发生 烧饼并没有离开过德云社 烧饼那会儿是最淘的时候 这倒在后台 其实我每次一看到烧饼 我就特别想跟大伙解释一下 经常有好多自媒体胡说 说烧饼年少无知的时候 什么离开德云社出走了 这个那个 你们真是瞪眼说瞎话 这是你们瞎编出来的 从来没有过 但效果并没有特别的显著 这一次 郭德纲又重新提及此事 也看得出 郭德纲对于烧饼的关心和爱护 郭德纲表示 烧饼从来没有离开过德云社 连一秒钟都没走过 而且烧饼也表示 节目单上天天都有我 也没有离开过德云社 而且郭德纲表示 当时烧饼父母确实带着烧饼 来到郭德纲家里 但对于烧饼来说 请家长是常有的事 那次去郭德纲家里 也并不是烧饼叛离被抓回去的 而且烧饼父母带着烧饼 到师父家里表明决心 不会离开德云社 作为儿徒烧饼 从开始跟着师父郭德纲学艺 到如今一路走来 郭德纲的艰难和苦难 烧饼是最有发言权的 虽然看上去 烧饼是德云社第一莽撞人 但是心思却是非常的细腻 在喜剧人的舞台上 致敬师父这么多年 对徒弟们的尊尊教诲 看着师父一点点变老 心里也是非常的难过 在舞台上痛哭流涕 感动了许多观众 从小时候 郭德纲说相声的状态 到如今说相声的状态 让许多人感受到了 郭德纲支撑德云社 背后的心酸 在德云社第二季第一期中 在烧饼体验服务员的过程中 来餐厅吃饭的客人中 有小孩子 烧饼就拿着自身的学历 当反面教材 教育人家小孩 让孩子好好学习 说叔叔就念叨初二 他手脚不停的忙碌着 收拾桌子 捡着盘子 不一会儿就触景生情般的 拿了纸巾走到一边哭了 孟赫堂健壮 赶紧过去哄烧饼 询问缘由 烧饼哭 一是因为工作艰辛 二是因为感恩 他想到自己初二的学历 如果没碰到师父 是不是也就干这个了 师父为徒弟辟谣 而徒弟为师父老去 感到心疼 为师父的培养感恩 不是父子 圣寺父子 相比于其他相声社团 在德云社让大家体会到 更多的是人情味 在如今的社会 人情味可能说是太少了 这也许就是大家 喜欢德云社的原因吧 我们下期见到